春节是一种记忆 有了准备年货的热闹记忆 才不会褪色春节是一个归期 收集所有的美好 只为了团圆的一刻不知不觉 距离过年只有一个多月了 可以开始置半年货的买好了年货 就会感觉自己离回家的日子 更进了大过年的坚果是家里少不了的零食 亲朋好友聚一起 边吃坚果边看电视边唠科是过年的例行节目 今天咱们就来唠唠 坚果过年送礼 就送坚果大力包科学营养的组合 以及其独有的量善工艺 精选六种干果 缤纷美味口味酥酥脆脆个头大 而均匀吃起来香酥很好吃 对于吃货来说 科科经过纯手工的挑选满满心意 以及其独有的量身工艺 携带方便 工作 休闲 出游 户外 带上它 为你的好时光增添更多欢乐和乐趣 坚果是家家户户年货都会背上了食物亲朋好友 来家里走往事聊天车单 吃坚果看电视很多坚果就是植物的种子 每一颗种子都可以生罢成一颗植物 所以坚果中蕴含着无限生机是大自然的经济所在 大家都习惯买各式各样的坚果过年 尤其是带和的坚果看春晚必备好 开心果的口感香脆细腻吃在嘴巴里嚼嚼一点 还能感受到一点点奶香的甜味 白色的外壳绿色的心口上裂开的那一条缝 像在开口笑一般顾眠开心 夏威夷果是一种让我既然又恨的坚果 爱它的奶香浓郁口感酥脆恨它太难包开 夏威夷我每一颗都来之不易 定制以后四到五年才能开花 结果要等十年才能进去盛产系 可能就是因为它成长得不容易 所以才把果实用厚厚的外壳包固起来了 只要有耐心包开它的厚厚的外表 一定能见到它美好的内心 一颗颗棕色的松子 也是年糊的 必被有些人觉得松子的口感太过于油腻 可是我正喜欢松子这种油油腻腻的口感 包开一颗一个个圆滚滚的白色大胖小的滚出来 松香清新 香气令人垂涎必跟过 又叫核桃 是一种美食核桃必跟过口感香脆 不管是送人还是自己吃 都是绝佳克力饱满浓郁醇香 不用太费劲 就可以将果肉拨出来 上班族们吃着也方便版权声明 图片来源与网络图文无关如涉及版权问题 请作者持全署证明与本网联系